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IT的错误的用法 所以我在这标记了一个叫IT Plague 2 就是IT的错误的用法 第二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我们中国的同学都会打一种球 叫羽毛球 羽毛球在中国很普遍 为什么那么普遍呢? 它好像比如说我家里有个小的空场我就可以打 甚至是呢,学校有个小的操场 是足球场的一个小的空间我都可以打 所以这种球呢,它有个特征 它不需要特别的设置 只要有个球拍子两个人 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就可以打起来了 所以它变得非常的popular 然后我们就在介绍我们喜欢的体育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句子 说Badminton is a popular sport in my country It doesn't need special facilities 说羽毛球呢,在我们国家特别流行 原因之一呢,是它不需要特别的设施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It这回使用对了吗? 那很多同学可能说,那没错呀 因为刚才你给我讲过了啊 说在前面一句呢 It指代前面一句当中的一个单数名词 你看我们找到了 第一个指代的就是这个Badminton 一点错误都没有 但是你再仔细考虑一下啊 这里面又出现在这个中式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英文语法当中的一个小的膨胀 英文呢是一个逻辑性特别强的语言 你再看这个It It doesn't need special facility It指代Badminton叫羽毛球 是羽毛球不需要特殊的设施 还是打羽毛球这项运动 它不需要特殊的设施 如果是打羽毛球这个动作 这个运动不需要特殊设施的话 这个It你指代的又是错误的 你应该把它恢复成它的名词 叫Play Badminton Doesn't need special facilities 就是这就是英文 因为英文呢它是个逻辑性非常强的语言 它非常缜密非常精密 它经历到了每一个字的指代 都有一个指代的确定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请大家多多注意 请仔细订点赞 订阅 请 订阅 误 发生 误 大家 点不能 误 订阅